凤凰网科技讯2月17日消息 努比亚旗下红魔正式发布红魔7系列游戏手机 两款手机均搭载骁龙8处理器并内置散热风扇 同时红魔7 Pro还配备了屏下摄像头 3999元起售 最早将于2月21日开售 红魔7系列拥有RGB氛围灯 在手机背部和侧边有两个换气孔 两款手机同时拥有暗夜骑士 赛博霓虹 刀锋透明版三种配色 但红魔7 Pro的暗夜骑士 赛博霓虹配色则采用了不同的颜色组合 未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红魔7系列游戏手机均采用骁龙8处理器 官方称CPU主频最高为3GHz CPU的性能提升20% 能效提升30% GPU性能则提升了30% 安兔兔跑分达到了110万 红魔7 Pro还另外搭载了红芯一号 用以辅助提升游戏体验 红魔7系列也拥有快速读写技术 内存加速技术 支持内存拓展至18GB 还配备了图像增强技术 官方实测运行 和平精英的平均帧率为90帧每秒 在散热方面 红魔7系列内置的风扇最高转速为2万转每分钟 风量增加30% 风压增加35% 一共9层散热模块 散热材料采用了石墨烯加正21碗 红魔7 Pro则采用了1块4124平方毫米的 VC均热板 升级后的风道系统令手机导热系数提升100% 据官方称 运行和平精英30分钟最终温度为40度 红魔7的屏幕分辨率为2400 星号1080 最高刷新率为165赫兹 支持DC调光和屏下指纹心率监测 红魔7 Pro屏幕刷新率为120赫兹 支持最高960赫兹采样率 分辨率同样为2400 星号1080 红魔7系列配备500赫兹双游戏 立体双扬声器 拥有3.5毫米耳机孔 配备4500M电池 支持120瓦快充 最快17分钟充满 红魔7 Pro另外还拥有双X轴 线性马达和高功率立体双扬声器 搭载5000M电池 配备135瓦快充 最快15分钟充满 在影像系统上 红魔7和7 Pro同时拥有后置 6400万像素主摄 200万像素微距镜头和800万像素广角镜头 红魔7的前置镜头为800万像素 在红魔7 Pro上则为1600万像素 红魔同时还发布了165瓦氮化加充电器 红魔7系列将标配此款充电器 此外还发布了磁吸无线充电散热被加 导热手机壳和磨音有线耳机等新品 发布会最后公布红魔7起售价为3999元 有8GB加128GB 12GB加128GB 12GB加256GB三种配置 于2月21日开售 红魔7 Pro则拥有12GB加128GB 12GB加256GB 16GB加256GB配置版本 其售价为4799元 将在2月28日开始发售